中史电子报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黄青龙 今天来跟你聊一聊香港 香港特首选举在昨天举行 不出外界所料 获得北京支持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高票当选成为香港第一位女性的特首 最终她获得了777位选举委员选票的支持 这个数字是比当选所需要的601票要高很多 也比五年前梁振英所获得689票还要高 这场选举的结果应该说早在选前就已经确定了 因为这是一次小圈子的选举 是由将近1200位的选举委员 而不是由300多万的香港公民 来投票选举的 所以选前很多民调其实都显示 前财政司的司长曾俊华 他所获得的民意支持度是最高的 但是显然民望并不是选举委员 他们所最优先考虑的条件 所以最终他们多数都投票给了民望比较低的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的当选应该说打破了香港回归以来的一项规律 因为过去不管是董建华 曾应权还是梁郑月娥虽然同样是由小圈子的选举选出来的 但是他们的民望在所有候选人当中是最高的 而这一次却是由民望较低的林郑月娥当选 变成了民望低的当选了 民望高的反而落选了 那么这可能就会为香港的未来埋下了隐忧 当然这也跟香港特殊的地位有关 早在选前北京就已经定出了香港特首的四个条件 也就是说要爱党爱港爱国 有管制能力 中央信任以及港人拥戴 所以这当中的中央信任 其实是这一次选举特别增加的 所以林郑月娥当选之后 那么获得中央的信任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她能不能得到港人的信任 这将会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香港的民主道路 未来要怎么走下去 这一次泛民派也打破了惯例 他们力挺是建制派出身的曾俊华 最后是公败垂成 其实这样的结果很早就可以预料得到 但是就好像纽约时报 他们所提出的一个评论指出的 泛民派早知如此 那三年前何必要去反对 由北京提出来的普选方案呢 为什么这么讲 这是因为三年前 由大陆全国人大所通过的普选方案 那么当中虽然规定特首的候选人 需要先经过提名委员会的审查通过 不过最终他们还是要交给 300多万的香港人民来选出特首是谁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如果当时泛民派不去杯葛的话 那么这一次 我讲以这一次的这个特首选举来讲 那么当选的很可能就是 这个泛民派所支持的曾俊华 而不是中联办所力挺的林郑月娥了 我们看到选后泛民派还是坚持 说他们反对北京的普选方案是正确的 坦白说这不能不让人怀疑 泛民派所真正在乎的其实是自己的政治利益 而不是香港的民主前途 他们就怕如果当时他们支持北京的普选方案 那么现在呢就必须承认特首的当选人的正当性 那不能够再继续的反对下去 我们知道民主的发展是不能一步登天的 循序渐进先有再好 其实也是一种稳健的做法 看看台湾 台湾的民主发展 其实也是从局部所开始 那么经过很多人的牺牲奋斗 那么才有今天的一个民主的成果 那么再者我想当年台湾的党外 那么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对手呢 是国民党 而香港的泛民派所要面对的对手呢 却是共产党 早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 著名的民主人士楚安平啊 他就讲过 他说民主啊 对国民党来讲是多跟少的问题 对共产党来讲 那就是有跟没有的问题 我们回头来看这场香港特首的选举啊 那么反对戴助先的泛民派 应该说显然是高估了自己 却错估了对手 我们用台湾话来讲 这叫做吃快弄破碗 就是吃太快了 把碗都给弄破了 那其结果就是香港也因此 错失了一次渐进改革的机会 不是吗 很可惜 好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一次见